北京冬奥在经过16天的赛程后 在2月20日举行闭幕式 结束了这场世界级的运动审会 这是中国大陆首次举办冬奥 虽然有部分国家进行外交抵制 全球疫情也还在持续当中 但冬奥对于中国大陆国力的显现 以及对于北京城市治理的行销 自有极高的加分作用 在闭幕式中 国际奥尔会主席巴赫 致辞时表示 奥运会的这种团结力量 比喻分裂我们的力量更为强大 而你们给了和平一个机会 但愿世界各地的政治领导人 从你们团结和平的榜样中获得启发 这段致辞相当引人深思 这次冬奥有几点值得观察 第一是外交抵制的延续性问题 可以想见在美中对抗持续进行下 中国大陆举办大型国际盛会 都会遭遇类似的抵制行动 这仍有赖于整个国际冲突的下降 才有可能化解 第二 此次冬奥 北京对于疫情控制的相当严格 令许多选手有所维持 甚至认为北京可能借由疫情控制 故意不利于其他国家的顶点选手 就这点而言 似乎并未成为国际舆论讨论的焦点 国际奥委会意味提出讨论 倒是这种清零政策 凸显了不同国家之间 对于疫情控制模式的差异 此次冬奥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 然而在冬奥期间 仍不乏发生许多引人注意的国际事件 譬如俄乌冲突 以及美国提出印太战略报告 就在冬奥举办一星期之后 俄乌冲突既可能发生军事战斗之际 美国于2月11日提出印太战略报告 这份报告列出 美国将与盟国及区域伙伴 在印太追求的五大目标 并且预计在未来两年内 展开十大行动计划 包括主导印太经济架构 强化东协权力与团结 支持印度的崛起与区域领导地位 履行四方安全对话等 战略报告指出 目前中国正寻求在印太地区建立势力范围 目标是成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强 而且中国将彻底改变世界的规则 但美国毫无疑问的是一个印太强权 华府将关注从南亚到太平洋诸岛 印太地区每一个角落 强化美国的地位与承诺 因此此份报告 剑指中国是相当明确的 基本上 拜登的对华政策 延续了川普时期的强硬立场 修正了美国以往冷战 与后冷战时期的对中关系 冷战时期 美国采取拉拢中共 对抗苏联 并支持中国大陆改革开放 试图影响中共 导向西方民主阵营 将美中关系定位为战略伙伴的关系 但到了欧巴马时期 提出的重返亚洲政策 便已将中国作为假想敌 2017年 川普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完全否定了美国自1970年代以来的对华政策 认为中国意图塑造一个与美国价值与利益对立的世界 并企图取代美国 因此 美中关系瞬间改变为战略竞争对手关系 而且 中国正是世界上的首要竞争对手 目前拜登政府所采取的对中关系立场 也是竞争关系 而非合作关系 2021年 也就是去年 参与院所通过的 2021美国创新及竞争法 也被认为 是美国民主与共和两党 在对华政策上一致走向加强对抗的里程碑法案 而有关印太战略报告中 就台湾的部分表示 美国将与盟友合作 维护台海的和平与稳定 包括支持台湾的自卫能力 美国仍将支持一个中国原则 并重申台湾关系法 三个联合公报和六项保证中的承诺 就此而论 美国是把台湾视为整体印太战略中的重要成分 未来我方 可以在这个基础上 强化与美方的合作关系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